像焦點來關心 我國友邦宏都拉斯 新任總統卡斯楚的就職典禮 副總統賴清德 以總統特使的身分出席 在會中更和美國副總統 賀錦麗同台 兩人簡短交談約30秒 台美副元首在國際場合上 同框互動 也被視為台灣外交的一大突破 而在典禮上 還有一段意外的插曲 突然有與惠來賓昏倒 醫師出身的賴清德 一度要上前幫忙 但是被維安擋了下來 宏都拉斯新任總統 卡斯楚的就職典禮上 我國副總統賴清德 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兩人站位只間隔一張 座椅的距離 自然而然聊了起來 賴清德和賀錦麗 兩位副總統看起來相談甚歡 短短30秒的交流 雖然談得不多 但台美副元首 在國際場合上互動 對台美關係來說 已經是一大突破 這樣的一個互動 一定就是經由雙方的一個 精心安排 那主要我想就是一個象徵的傳達 就是說在宏都拉斯議題上 台美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兩位副總統 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場邊的會晤 我想對於說台美的合作 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地位 從中國 台灣 由上來自身的 特朗雷琴鐵 典禮主持人以台灣副總統來稱呼 賴清德一邊揮手邊走進會場 受到熱烈掌聲歡迎 典禮進行到一半還有插曲 有來賓突然昏倒 賴副總統變身賴醫師 一度要衝上前幫忙 但被維安攔了下來 而就職典禮前一天的晚宴上 賴清德和紅國兩位準副總統 用餐到一半 卡斯楚突然邀約碰面 賴清德馬上中斷晚宴 驅車前往官邸 當面把特使國書遞交給卡斯楚 我相信這真的是為我們台灣的外交 又打開了另外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已經卑躬續續到這個地步 在國外的場合 竟然只能得到短短20秒的會晤 賴清德首度以副總統身份 出訪中美洲 不只和紅國總統卡斯楚會面 也和美國副總統交談 台灣外交再往前邁出一步 記者林鑫正小微生台北報導